嘩 好棒啊 還停留在喜樂那裡 剛才你們說你的生命有很多眼淚 你們兩個都是 是否你的女生勁敗者都是這樣 有哪個惡人覺得你的生命 都是曾經有很多眼淚過 應該都不少 我相信有些淵源 為什麼我們這些淵源這麼肯窩 好像剛才阿 所以有東西你就開歌 Mandy說如果要這麼慘情的話 我寧願就不寫歌 我相信其實在我們生命裡 有很多很難過的時間 都真的很痛苦 但是今天我看到Mandy 你剛才唱歌真的很享受 而且你已經比起 三個月前的Washimation 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是嗎 是嗎 是那些隊員動作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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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人家放鬆了 開放了自己 他說自己不… 說話都害怕 但是他已經說到不停了 所以真的很好 我覺得上帝會恢復我們 我們更破碎 他更… 怎樣都好 對 在他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好… 變回完完整 因為耶穌在我們裡面 今天就… 會和你們分享一個 就是我生命裡的經歷 1、2… Hello OK 這個經歷和眼淚 和破碎很有關 我… 在… 我怎樣被呼召成為敬拜者呢 其實我都不是帶了敬拜很久 現在是14年 應該大概是2011年的時候 我就… 真的… 在我生命裡被主去捉我 我生命復興 這樣… 以前… 我四歲開始就在教會裡唱歌 這樣… 所以… 很小時候就已經服侍了 未認識耶穌已經服侍了 然後… 但是… 我發現原來我 我從小到大信耶穌 我都在這裡相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人經歷過 特別可能有些… 很小時候就已經… 可能家人的緣故 已經在教會上長大 我們都… 認知有耶穌 有知道神不愛世人 但是… 那就是我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就在… 在我… 從小到大的時候 可能沒有什麼神的話語在我裡面 所以我的信仰不是很完美的 然後… 都經過過很多… 很黑暗的時間 也都不明白神的心意 也都… 在我生命裡 無論夢想 無論愛情 無論家庭裡 都很破水 都流了很多眼淚 然後… 就… 在10年的狀況 就是… 我當時… 我是08年的時候 加入樂壇 我曾經在一個組合裡去唱歌 然後… 10年就是… 我的組合倒閉的時間 其實都很… 很… 過山車的 就是… 08年我就可以出道 09年就很開心地做活動 然後… 09年後公司就說我們不玩了 那樣… 那樣… 所以… 在那一刻來講 我覺得… 好像… 我一直追求的夢想 好像… 怎麼整天都不成功的呢 然後… 我就… 因為沒有唱片公司 我又… 比較有閒一點 那時候其實… 又找不到工作 沒有工作 那樣… 家人又已經說 你玩夠了 要拿錢回家了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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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樣我想的事都沒有發生 然後我接到三個要領敬拜聚會的邀請 雖然我從小到大在教會上大 但我是在後面的 通常我覺得大敬拜的人很厲害 因為他們口成河 神你的愛好像汪洋那麼大 祝你的愛 一定叫我這個語氣才行 那我就覺得 這些人很厲害 那我就覺得自己說話又不聰明 就只會唱歌 很緊張 覺得我沒可能會做得到 但實在太明顯了 突然間有三個這樣邀請 分別是一個普通小組大的敬拜 然後另一個就是一個福音餐會的敬拜 然後另一個就是 因為那時候7-4下 這個樂團來香港有敬拜聚會 那我就在那個預備的敬拜聚會 之前就好像在香港盡地主之宜 一起帶領他們敬拜 哇!那真的爛下爛到爆了 我完全沒有帶我敬拜 但是爲什麽 你說小組四五人都可以 但是一個月裏面 我是要這樣升級的 所以那時候我都不斷呼吸 而在那段時間 當我生命很坑 很破碎的時候 我都唯有在敬拜裏面 得到一些安慰 那所以就開始了 我整天都會在敬拜裏面 呼吸天父爸爸 因為可能經常流眼淚 那些人都會明白 當你心裏面有破碎 你發覺全個世界 沒有東西能夠滿足到你 而在敬拜裏面 你找到一點點的安慰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敬拜 你很想你的心靈可以得到醫治 你很想那些痛要離開你 因為你知道神的恩典很好 因為你知道祂會去修復你 祂會去醫治你 所以我就什麽都不能夠做 我只是不斷地喊救命 不斷躲在琴房 然後敬拜主 然後在那段時間裏面 我就開始去接觸一些 和我以前小時候認知的敬拜 有些不同的敬拜 以前小時候 我在教會中敬拜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每一個大敬拜的主領 他們都好像有一篇廣告一樣 他跟著那篇廣告 然後就下下一首歌 跟著那些經文又下下一首歌 那段時間 因為我在內心裏面去敬拜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敬拜 不是一定要寫了一份稿才可以敬拜 甚至真的有看過那些書的時候 其實我們每個人私底下敬拜 和我們公開聚會去領敬拜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在公開聚會領敬拜 其實只不過是 將你平日私人的敬拜 放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裏面 但是我們不會變通 我們不會忽然間 在公開聚會變成另一個人 我們都是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在敬拜裏面 很真實和很媒潑地 和主相遇 我相信你們在座有很多人 都在這個狀況裏面 但是我那時候還有另一件事 很渴求的 就是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 我能夠聽到神夜聲音 我都不知道你們覺得 其實你們能不能夠聽到神夜聲音 我在100年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不能夠的 因為我是覺得那些 主行的那些 那些牧者 才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但是我呢 這些那麼卑微 甚至我那麼多罪 甚至我那麼差 我又什麼都不聰明的人 就是不會聽到神的聲音 在那段時間 當我在敬拜裏面的時候 神很大的去破碎我這個方話 這個絕對是方話來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天母爸爸的寶貝子女 怎麼會不跟我們說話呢 怎麼會不說呢 只是我們想不想聽 就是我們要不要 找到這個微小的聲音 所以我就在生命裏面 不斷去追求這個微小的聲音 那就 原來 原來神就在我心裏面 會跟我說話的 原來有時又會被圖畫我看到的 有時又會藉著不同的人 去把他的信息給我 於是我就去追求這個微小的聲音 就出現了一個狀況 我真的聽到的 在敬拜裏面聽到當然很開心 但是在敬拜以外聽到的時候 就不是太開心了 我所說的意思就是 我試過在我吃 譬如說我去 我去 我去 我一次跟大英姊妹去馬來西亞服侍 這樣 然後這個微小的聲音 就在我預備上旅遊車的時候 就跟我說話了 這樣 因為我們要坐很長途的車 然後大家其實之前都沒有教好睡 如果你是第一個上車的話 你當然是找一個靠窗邊的位置坐 然後可以睡兩個小時 然後下車就很舒服 但是當我上車那一刻 這個微小的聲音跟我說 不要上去住 讓其他人上去 這樣 然後我心裡覺得 不是吧 這樣 很晚睡 這樣 然後 然後主就跟我說 其他人不晚睡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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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時候 譬如可能 又是跟大英姊妹一起去服侍 然後吃飯 這樣 想吃雞腿 我想夾 這樣 有微小的聲音跟我說 你真的要吃這個雞腿 可能其他人也想吃呢 不如先問一下 這樣 那我就發覺很有趣了 就是 當我去想 在敬拜裡面 跟神近親近 我真的聽到他的聲音之餘 他在我生活上面 這個聲音 都會出現的 這樣 那我知道 這個是聖靈的聲音 而我知道 這個微小的聲音 都去 不斷去塑造我的生命 可能在這些 這麼小 這麼無聊的事上面 跟我說話 但是 可能他會在 我的 跟我家人的關係 就是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以前是不太好 因為媽媽經常打我 經常都 罵我 還有對我要求很高 總之 我覺得在他面前 我是一個失敗的表表者 這樣 他不太稱讚我 但是 神友 這個微小的聲音 又跟我說 要去擁抱我媽媽 要去放下這些 執著 放下這些傷痛 那 有很多時候 聽到這個微小的聲音的時候 我 都不是說是聖人 那當然是不想聽的 對不對 就是 沒有必要有這麼順患的 那 但是 我 為什麼要屈服的呢 為什麼要順服的呢 就是 我發現 其實 如果每一次 當我真的聽了神話 當我真的 譬如這個微小的聲音叫我做 我真的順服他的時候 在我敬拜 會有些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在我大敬拜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有一種靈力 是會湧流出來的 而是 我是做不到些什麼 就是 它自己會overflow出來 那我就發現 咦 原來 就是我看很多書 敬拜就是生命 剛才剛才說的 敬拜就是生命 原來 我就要在我生命這個範疇裡面 不斷這樣 聽這個微小的聲音 然後我就要聽 然後的信服 甚至有時候我要破碎我自己 我要承認我的軟弱 咦 原來換個轉頭 但是我回去敬拜的時候 又有不同 然後 然後 當我去 其實我這樣去 去追求 這個生活模式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遇到自己 很軟弱的時候 有時候 這些的聲音來到 真的不太想順服 那譬如 就 講一下我們 好嗎 那 就 我 我和文聰 其實呢 就在 大家 認識了大家 一個月 我們就 大家都已經有好感了 這樣 但是呢 其實我們 過了一年我們才一起拍拖 如果 如果 有看過我們見證 他大概會知道 這樣 其實呢 當他向我表白的時候 他又沒有叫我做他女朋友 我們大家都明白 我們應該要等一等 可能聽一下實夜聲音 手望一下 去等候一下 那我就 大家都覺得 半年 是一個很 reasonable 的 一個 即 period 那 因為我以前兩天就拍拖 半年 我現在很厲害 那 那 之後呢 當我在這半年裡 一直相處都很開心 但是在半年之後呢 那 文聰的目者呢 就 見我們再等多半年 那 那無間道 三年有三年 半年有半年 那 還有 那一刻我會覺得 什麼事啊 就是 因為文聰是教會裡面的領袖 所以目者對他要求很高 但是對他要求很高 現在要求我 就是 我跟他拍拖 不是目者跟他拍拖 為什麼我要純服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不可以搞 我什麼時候跟這個男生一起呢 那 那時候就真的流了很多眼淚 就是流了很多眼淚 因為我覺得 很委屈 我也覺得 其實我這半年已經很辛苦 你喜歡我等多半年 我會爆 那 那 之後呢 就 在中間我們都 唯有祈禱 都搞不定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對的 就是 如果 目者在我們上面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順服的 那 所以我就 又是不斷祈禱 不斷祈禱 那 然後 因為過往 這個在微小聲音裡面的操練 讓我不是在一個很大的痛苦裡面 那我就願意去順服 那 於是我們又等多半年才開始 那 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發現 神要藉著一個這麼大的決定 要去破碎我 去破碎我 令到我裡面發現 原來我不是太 相信 神在我生命裡面的 timing 那 如果 神要藉著這個目者 叫我們要等多半年的時候 那 可能 神真的有心意 那 所以在每一次破碎的過程 每一次流眼淚的過程裡面 我都 真的覺得好像 好像 葡萄壓 組織 其實每一次都很撕裂 每一次都 真的很痛苦 但是每一次的過效 我都 真的覺得很 很釋放 而最重要的就是 在我的敬拜裡面 都會不一樣 甚至在我的創作裡面 在我的生命裡面 都會不一樣 那 所以 我覺得 都很想去鼓勵大家 就是 我們 大家 很清楚 你的 呼召是一個敬拜者 但是一個敬拜者的生命 是不可以狗邪的 是真的不可以狗邪 是很認真 是很認真的 你 因為 每一次 為什麼我這樣說 每一次 當我敬拜 有時可能 敬拜完的時候 有弟兄姊妹走過來 跟我說 Kabby 你戴敬拜真的很好 真的覺得 跟神很近 這樣 就是說很多話的時候 而 如果我知道 其實當刻我戴敬拜 那個狀態 其實我正在拼敬拜 其實我正在拼敬拜 有時 狀態很軟弱 會很累 很累 或者其實有些事情 你未能通過 或者我跟神在眼交 不理他 但我又要服事 其實每一次 我都覺得很心痛 自己有我這樣的狀況 當然神都會很憐憫我的 但是 有時在我狀態差的時候 我唯有用我的技巧 或者用過來的經歷 我都可以令到我聚會 不像太差的 但是實際上 留到他永恆是甚麼呢 是 寵物和街傳聞都會燒走 即我正在拼散的技巧 我在 我在 在 用我平日記得那些 的討文去討告 都 不是真的 都不是真的 在這些事情 永恆不靠的 所以我帶了一場 沒有意義的勁快 所以我覺得 我在這樣的 碰碰裡面 我學會了一件事 就是 天父從來不是要求我們完美的 所以我們大敬拜的時候 不需要是 很完全的 但是 我學會了 每一次我都會 在天父面前 破碎一下自己 才進入敬拜 即如果那個人的狀況 真的很差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說 我真的很差 不過我都要選擇來敬拜你 那就會有些 很不一樣的事情發生 而 都會 讓我每一次 走上去 敬拜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很想把 一個最赤裸的我 去 獻尾主耶穌 有時候 如果 未破碎 未凝聚悔改 而站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 我相信 如果你們試過 你會知道 其實很痛苦 就是 因為神知 你好像握上所有人 但是神知 而你知神知的時候 你還要在這裏 裝沒事 那是 我覺得是 很難過的 那 所以 我就 對了 最後帶了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 《畢生的填情》 在我唱的時候 我都很想 花一點時間 我們都去安靜一下自己 好嗎 在這個安靜的過程中 我很希望 神的靈都去觸摸我們每一個 我們 當我們說要去 當我們說 我很想香港復興 的時候 復興的開始就是 我們每個人個人的生命復興開始 是你有願意 多願意在主耶穌面前 將這個最赤裸的你 呈現在他面前的時候 他破碎了你 他就能夠 神自己藉著這些被破碎的東西 都去彰顯出來 好